我家人 我家中师姐 我太太的大度叫爱人 在我当中队长的时候 他那时候小孩子胎死腹中 就是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 他四个月的时候 因为被肠子困住就死掉了 那么当时我太太就到我办公室去跟我讲 我那个时候因为警察工作很忙 也没办法照顾他 我记得那时候 还有一个很重大情况在执行 他正在医院待展的时候 我都不能够过去 那胎死腹中以后 那就要送到我们台北市的活病医院 当时要把死胎把它吸出来 非常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困难 几乎吸不出来 因为他已经死在里面 那后来医生用尽各种办法 最后才把他这个死 把他吸出来 这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已经死在里面了 那死在里面就是生不出来 你怎么生 他已经死在里面怎么生 可是因为我家师姐第一胎是剖腹生残 那医生的意思是说尽量不要再动刀子 能够用自然从子宫把它拿出来就拿出来 这也是一个灾难 就是这里讲的 唯恐生残死身为鬼见死 那时候他生出来说呢 那时候还没有学佛 所以也没有说给他做一个很圆满的处理 就我们现在讲圆满临终关怀 圆满的处理也没有 那时候呢 你不懂事呢 就交给我姐姐的丈夫呢 就交一般人就把他处理了 那说这个故事呢 就是我们相不相信 这个灵魂不灭 灵性不灭 所以你相不相信呢 因你是不能逗胎的 因你逗胎呢 他一定是会来找父母的 所以一入胎的时候呢 他就有灵性 他就有生命了 一入胎就有灵性了 你是不能够逗胎了 我们以前有讲过 我也有讲过那个 明灵国解义立 幸福原本人生 你没有提过 他本来是三年的 因为你给他堕胎 三年变二元 他本来是二元的人 那二元加二 堕胎等于亲所杀自己的小孩 我以前也讲过 我在这边戏子的时候 有个工业期 他们请我去 带领我去那边送地藏金 那我前一天晚上先做梦 梦到很多的小朋友死掉 像迭流汗这样一层一层堆起来 堆在这个仓库 像我们仓库的库房里面不是都有成板吗 一排一排的这样堆起来 那我到现场期的时候 我们开始要送地藏金的时候 一楼就是妇产科 那我就问 请我去那个大楼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那个联邮说 这妇产科也没有堕胎 他说有 就是堕胎很多才要请你来送地藏金 我说那怪不得昨天晚上我做梦就梦到很多的小朋友死在那个现场 所以你要相信 灵性是不灭 灵性是杀不死的 他未来当你的见识都跟你有缘 有善连跟恶缘 有报恩跟报怨 所以杀不得 结果呢 你看那时候我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好好给他处理 所以那个时候平常亲讲小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那个女儿在读国中的时候 她叛逆性特别强 所以这个婴女一定要给她超度 你不给她超度 夫妻感情会适合 母亲也比较容易得一些妇女的病 比方说子宫颈瘤 比如说乳癌 她那个兄弟姊妹之间常常会不和 家庭就比较不能够和谐 所以一定要把她超度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有一天 我那个儿子后来出生 就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我抱着他在地盘睡觉 那半裂两点的时候 那时候呢 有人叫爸爸 我奇怪 我起来就奇怪 谁叫爸爸 我去看我女儿房间 她睡得好好的 那就没有人叫爸爸 那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我太太正在梳妆台化妆 她叫妈妈 就在空气里面就听到声音了 就表示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环圣同基图 就武器杂基地 这有鬼道的 有人道 所以她叫妈妈 我就眼睛看到我太太 她也看着我 我们心知肚明 跟谁在叫 那就是她 英灵 就是那个死胎 后来在2008年 我在老和尚叫我讲英国 我在台中亚洲大学演讲 下面就有个世界跟我讲 说你这个英灵一定要给他超度 后来我就给他超度 超度以后呢 有一天我就做一个梦 超度以后做一个梦 那个小朋友 有个小朋友大概个子这样到梦中来 那所拿两本护照 因为台湾的护照是绿色的 拿两本护照 我就问一个我的朋友 他学后学的不错的一个高人 我说为什么拿两本护照 他说一本就可以去脱胎当人的护照 一本他就等于通关护照一样 他就可以出离了 出离鬼去了 这个地方 这个唯恐生产时 身为鬼见时 这是真的 一旦见到儿子生出来了 一面世再世 生命又可以积析的 至世慈母心 天下慈母心 日夜勤辅局 日夜夜来辛勤的来照顾这个小孩 母后失殿席 母亲就躺在已经弄湿的草席上 儿子就睡在比较干的棉被跟垫子上面 儿子睡得正安稳 母亲不敢伸缩 因为怕把他叫醒 这个有时候要是好英年 你儿子女儿都一样 你在怀胎的时候你多做功课 怎么多做功课呢 我都会鼓励人家怀胎的时候 送地藏经 持大悲咒练波罗心经 像我儿子是求观世音菩萨来的 所以他在出生的时候 我就做很多功课 比如说放生 喜宴吃树 送地藏经 还送大悲咒 我都有做这些基本功 观世音菩萨来就不一样 我们白天就拖给奶妈在照顾 我们两个夫妻都在上班 晚上回来的时候 八点都要去给他抱回来 晚上两点真的会哭一声 哭完以后自己睡觉 晚上大概八九点就给他泡牛奶 泡完以后睡到天亮 我们要上班他才醒过来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送的好处 而且怀孕的时候都没有吃到荤 叫胎理素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 他出生的时候 他大小便都不用卫生纸 非常的干净